其实像这张婚纱照一样 站在战机上拍照 其实已经在欧美流行许久了 不只军人自己会排排站 甚至呢是也会找家眷来合影留念 更是会提供民众来参观拍照 也因为职业的关系 为了拍下一身最美的照片 像是拍婚纱等等呢 其实都在蒙皮上 还有新娘是直接坐在影情上来拍照 过去还包含像是影星阿汤哥 在电影当中 也是在机翼上走来走去 展现帅气的动作 阿汤哥在电影中饰演飞行员 帅气开着战机 为了让动作更顺畅 还接受过机翼行走训练 相对机翼上自由走动 难保不会伤害到机体 但在现实生活中 空军们排排站气势十足 战机翼上拍照 早在欧美成为文化 不只军人能拍 家眷也能合影 甚至还带起战机婚纱照风潮 受到不少新人喜爱 还有新娘直接坐在影情 他们拍照拍得很开心 但看在空军眼里似乎有点危险 我们知道因为全世界飞机的始组 莱特修议发明飞机是在美国 英美的话是兄弟嘛 所以他会学 那我们是就发落到美式 因为像我们早期的飞行员来讲 都是美国教官带 所以他的习惯 站在机翼上跟你拍照 你就相对上就顺心 有专家指出机翼不是不能震 而是一不小心就可能误伤 蒙皮甚至肌体 看似流行又有创意的拍照文化 其实会让震机冒风险 没踩它在指定范围 还可能让震机受损 想留下唯美画面 代价可不小 华氏新闻组组报道